人总是喜欢将一些解释不到的事与鬼神扯上关系 不同宗教对鬼有不同的演绎法 无神论者更加将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虚构了妖魔鬼怪幽灵 还是魔鬼施了术创造了灵异录 HK-026会以不探灵、不诽谤、不妖言画众 超越灵异节目界限角度 实行灵异透明化的 希望大家会用平常心去应对人世间的灵异点滴 HK-026的灵异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HK-026 今集是25集的 想讲的是一个水灯节 看起水灯节大家都会想起 日本的水灯节或者泰国的水灯节 今集我想讲泰国发生的事 事源是巴提牙 在十几年前我去了巴提牙那边去旅行 当时我加入了一些团 我喜欢加入团 然后自由行 可能有一两天就不跟团 然后就自己出去 或者有些时间就说因为有个导游在那里 应该叫领队 有个导游在那里有什么事都可以多个人 假如有事的话 也可以找多个人去协助 那件事发生在水灯节 为什么这么记得水灯节呢 因为当天我记得 就是说导游就给了那个 大家知道水灯节 其实现在香港很多人都去泰国 也会遇到很多 比如水灯节 放水灯 那个好像椰青那块 很重那块 然后用一些花去编出来 汲出来很漂亮的水灯 它就会点亮 里面有一支蠟烛的 就可以点亮 然后放到海 预议将一些希望送出去 OK 有些好运会来 当天我记得 那个导游就说 去到7点多8点钟吃完饭 就把我们都放回酒店了 然后每人派一个水灯 然后让你自己走到海边点了 那好 那间酒店就直接在巴提牙的沙滩 就是那间隔壁 就是它一走出去就是沙滩 大家知道那间酒店了 那天8点多钟 吃完饭 我就在酒店那里走出去 拿着那个水灯 我就不吃烟 当然没有打火机 酒店里面就在房里面 拿了一盒火柴 整盒火柴 拿到海边走出去 那海就有一片漆黑 黑蚊蚊 没有什么街灯 就是一个海黑蚊蚊 因为它没有高雷大厦 黑色一片 那天晚上很大风 我拿着火柴 要点亮那支蜡烛 才可以放水灯 挖了很多支都会吹光 被风吹光 最后最后那几支 希望要点亮 盖着点亮 然后点亮 着了后来没多久 又被风吹光了 我感觉 点亮灯也很麻烦 而且下来我发现 没有其他团友 没有人放水灯 只有我一个傻奸奸走去那里 点多几点都吹光了 那东西又那么重 点又点不着 不要理了 沙滩又鬼死 还有一段距离 我当年一个妹妹 想到没有想到一样东西 就立刻把水灯 就像足球那样 就像球那样 一扔就扔 直接扔 飞标那样 一飞就飞到海那里 不管了 飞完了就走 重了 就走回酒店了 回到酒店里面 入房 一推开道门 入到里面 哇 立刻的胃囊 拿着抽筋 痛到 差不多痛到 我连眼水都飙了 那种 你想到 不对路了 我就发觉 不要打去reception 我看看会不会有些 在胃的位置 我在想会不会有些胃药 或者止痛药 我自己没有带 打去reception 好 没多久有人敲门 我想他当然给胃药 你猜到猜不到 他推了一部车子 就是病人座 应该叫做 轮椅 立刻跟他说 我说我要约 他说不是 现在车你去医院 他用英文跟我说 落到楼下 落到楼下 他安排到 应该不是召唤10支车 他又不是给的士我 他给的士 他给的什么 泰国那些 那些 我不知道对不对 是否叫突突 就是那些 有两个轮 有三轮 你坐下去 那些车 前面有个人踩单车 那些车 车到我医院 去到医院 他又被一粒子 好像止痛药 我吃 吃完都还是拿着痛的 于是 就有个医生 那医生 那医生说了一些不咸 不淡的英文 那医生 当时 有个酒店 可能已经通知了一个导游 导游 导游 跟我一起陪伴 我一起进医院 去到那医生 就跟医生说 他用泰文 跟他说 又会说广东话 他跟我说 他译花给我听 医生说要我做手术 我胃抽筋 还是胃痛 没理由这样 不用做手术 第二天 我已经要飞回香港 当时 我觉得很怪 我当然不想做手术 你傻的吗 就算是 第一件事 也要拿第二件事 也未必会在泰国那边做 说真的 好 当时 后来 我说不做 那个导游 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说泰文 很快 他就在我左手 打一支针 那支针 我不知道是麻醉针 还是止痛针 还是浸 或者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OK 之后一两秒 很快 看着他刺下去 之后就立刻 猛猛的 好像很眼眶 就睡着了 到我抹大眼睛的时候 我看到我自己在房子里面 那房子里面 只有一个 一张床 我看到个钟 那个钟 大概是七点钟 但我不知道是 早上七点 还是晚上七点 我也不知道那里在哪里 我想可能在医院 不知道做什么 我第一件事在想 糟了 不知道是否被他开了刀 应该没有我签子同意 他也没有可能这样 擅自 那我就在想 会不会那些器官被人拿走了 或者怎么样 我都没有时间去检查我自己 那一坐起床 就立刻他头昏 就呆了 不停呆了 不停呆了 没多久 就有个泰国的男护士 黑蚊蚊 我穿着白衣 我知道他应该是护士 他又拖步 轮椅车给我 又坐了出去 我说现在我去哪里 那where are we going 然后他就跟我说一件事 就说 现在去出院 和拿药 我说你现在推我去哪里 他说去给钱 我当时还记得 那间我都不知是头等 二等 三等 总之就是这样睡了 然后就 当年都给了差不多五千多港元 幸好我去买保险 就有了 好了 到我出院之后 去团 就上到飞机 之后都是一直吐 到上到飞机的时候 就怎么样 上到飞机半空的时候 差不多接近香港的时候 我发觉 完全头部不暈了 亦都没有想吐 当然你可以说止痛针 或者其他的作用 或者怎么样 我不知道 到我便很幸好 回去查到 我全身看过没有疤痕 正常来说 应该没有任何器官 被人拿走了 我亦都不明白 当时已经没事了 我亦都没有再去看医生 再去查一下 或者怎么样 而事后 亦都有一些 我身边也有些朋友 当时有些朋友 他们有些是述素中人 他们有些是悉獄神功 或者怎么样 他们一整天都说 你不是 你应该惹到一些东西 这样 这件事我就不知道 我亦都记得 当时 当年 因为我不是一个 还未缺智 我亦都不是一个真正 真正 真正一个基督徒 当年我记得我还去 我家里是一个佛拜观音的 而在家里 去到泰国那里 导游一定带你去看很多佛牌 看很多东西 佛牌都拿了几千元 都买了几个 回去 不知道 不知道 是因为好像有些 述素中人 有些法 有些人就说 可能那些佛牌 不合你大 又或者可能 他帮你挡了 否则可能你更严重 原因是怎样 不知道 究竟是 事源是怎样不知道 这些是少少的经历 少少的经历 当地的医生 只是说 椰青 椰青污脏 食物中毒 我说不是 椰青 我们两个 我有喝 我另外的朋友也一起喝 没有理由 如果要有菌 应该两个都有事 可能那把刀有事 我看着椰青 没理由有細菌 可能那把刀有事 就奉劝大家朋友 如果你们去 去东南亚热带去玩 记得椰青 或者注意卫生 就这件事之后 其实我也不敢再去泰国 这是我少少的经历 多谢各位 拜拜 谢谢大家